哇好漂亮公園 好像飯店喔 我就很喜歡因為我覺得超像飯店 然後中庭看出去 還可以看自己游泳池 不知道室內如何 這個風水要怎麼說呢 這樣包起來 有朋友可以解釋一下算是風水的哪一種 然後這邊游泳池 有安靜有安靜 真的是很安靜 奇怪了沒人游泳 今天那麼熱 今天又創新高 好像是38度多 破以往紀錄的6月 居然沒有人游泳 我看到用處就很游 漂亮吧漂亮吧 台北市耶 居然有這樣的案子 有綠帶環抱 環抱過來又有公園 然後又有自己的用池 我之前是站在前面那根電線桿看過來很漂亮 所以那時候很容易被這案子吸引 然後那邊是雙虎會 雙虎會那邊看到雙虎會 對阿還有雞胎 哇這樣真的很舒服 看不出來這個鬧鐘取勁耶 外面就是 我等一下另外一邊你看 雙虎會那邊就是捷運站阿 所以我從這邊走過到那邊就是捷運站 真的難得 難得這麼大的庭院 他這樣聰明阿 中庭就不要特別包起來 直接跟公園連線 所以你看 從公園連過來連到我們的中庭 直接就是一個深度就很深阿 不錯不錯 這次我看過目前案子裡面 除了大同喜願之外 游泳池 戶外游泳池 算真的有感覺有FU的 很舒服阿 哇 讚讚讚 好啦好啦 這個應該很快成交啦 不急 好直播到池 欸我要看室內嗎 揮手揮手 唉唷 唉唷 看案子大家那麼有興趣阿 室內 看一下室內 室內就是這樣 一般OK 乾淨 之前租客 整個整理得很好耶 對阿 如果從客廳看出去就是 揮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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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游泳池 很愛用池 好 不錯不錯 有需要的話 可以 文心飲料 文心飲料 價錢 平數 請私訊 有興趣的請私訊 請我打給大家看一下